我和你分享7.21一個特別的經歷 這個經歷是沒有記者在現場的 不過是有很多人見證著 7.21那班施殺列車 我那時候也是完遊行 我都在乘車回去 我都是乘西鐵 我在那班車的後面那班 不是後面的車 是後面那班 我們就全車人在那邊看直播 整個車人每一個人都生氣到 生氣到真的 已經是想打爆到車門 就跑路鬼過去救人 但可惜是真的做不到 然後就 好了 看著直播 看著那麼多的乘客 無論是手足也好 不是手足也好 大家一直看著很絕望 我們就在後面那班車 好了 接著車去 嘩 現場經過那個站 血跡 藤條 很多的物件 染血所的衣物 很多毛巾 急救物資 一地都是 我們那班車經過 他特意不停那個站 特意飛站 我們那時候全車人的心情都是很無奈 我們打算到站開門 馬上衝出去幫忙 沒有他飛站 他飛站 然後到天蘇維站 開車門 不知道為什麼 那裡有四位 一個督察 三個是警員 沒有裝備 不是防暴裝 普通軍裝 沒有 依稀記得 是窗都沒有 就在那個站裡面 站在那裡 可能他們收到消息 說西地站 不需要有人幫忙 不知道 我是看到的 但不是應該在那個站出現 厚多 厚多少少 那時候大概有六十多人 我自己目測 下車 看著他們四個站在那裡 然後就衝出去 我們幾個急救員衝出去 我們是手牽手圍著 我們知道他們會有危險的 哦 即是你特意走出來 知道他們有危險 所以衝過來 圍著我們保護他們 這四個警員 沒錯 你知道我們跑最快 我們跑最快 他們以為我們最想打他們 我就被那位警長中了四拳 那會穿著變獄師服嗎 有 中了我四拳 不是他們不懂得分 很多香港人都不懂得分 中了我四拳 然後就拔警棍 就說不要走過來 不要走過來 我們就說OKOK 沒有問題 那他們那裡完了 後面的手足衝過來 下一波就來了 開始扔東西了 接著後面 那些乘客生氣 扔鞋 扔很多雜物 扔到我一下子差點暈了 雖然我戴了頭盔 但是啵 那一下子應該是木爪那些 底的那些鞋 啵 啵 然後我簡直是差點 有些暈倒的感覺 一直我們是撐了 差不多15分鐘 他們說沒有警力 一定是騙人的 15分鐘內 三十四十個防暴到場 你跟我說沒有警力 所有現場的人就叫這些防暴 你去回白衣人那個站 那裡更加需要你 這三四十個防暴就是來保護這四個警員 離開 是的 帶他們離開 你有沒有問他們為什麼不去元朗站 我不問那麼多了 我都快要暈了 問不到那麼多 所以 我親眼看著的東西 然後當然那些 那些藍絲的朋友 他們就一直告訴我 為什麼會不夠警力 那些人去了哪裡 分佈了去不同的警區 這條路 又說那裡有事情 又那裡有人搞事 那為什麼這一下又來到呢 我打算我會在那裡頂一整個鐘 原來我頂了十五分鐘 就這麼多防暴到場了 這都是我親眼看見的事實 721那班施殺列車裡面 其中有一個的乘客 他本身是中立的 其實他是我們一個教友的媽媽 他親眼目擊著 那些白衣人怎樣打 那些人怎樣跪 那些人怎樣求他們 求他們停手 他們怎樣的張狂 他都跟我說 有些白衣人都勸交的 但是就勸不了了 所以令到他馬上有了立場 他想 他很希望 他看到那些急救員怎樣救人 變成他有個女兒 很小 他媽媽也想他出去救人 他媽媽也知道我有出去做開急救了 有一次他女兒就求他媽媽 可不可以讓我跟姜牧師出去幫忙 他媽媽基於有這個經歷 就答應了 其實我打算他是不答應的 我說你先問問媽媽 我心裡想著媽媽就說不行 那麼危險 誰知道他媽媽就肯 就因為基於這個經歷 去到了又被人截停搜查 然後就 特別看到他年紀輕 有個警員就去問他 就說 喂 那麼小時候呢 那麼小時候再反過兒 有沒有急救牌 什麼什麼什麼 一直問 我當然走出去 我是他的牧師 牧師? 什麼牧師? 你什麼牧師? 好奇怪 這個人 跟他做詳細 全身搜查詳細地問他這個 一定有古怪 帶著那個小女兒出來 有很多很侮辱性 我都聽到 因為問得很大聲 他故意分開我們 但我都還聽到 你想想 很侮辱性的事情 不斷問他 他只是一個 一看來就知道 他是一個小朋友 然後就 負責搜查我那個 就是男性的警員 他就看著我 他說 你看看你 帶一個小女兒出來 你看看他哭到 他那時候已經哭得很厲害 然後我看著他 我令到他哭的 是 是你們的負責 做什麼 為什麼覺得是 我帶他出來 令到他哭呢 還有 我跟那個 我也是跟那個警員說 為什麼他媽媽會給他出來呢 原因就是因為 7月21號 沒有 每一次我講到721的事情 他們都沒有話說 他可以怎麼回應呢 他說無論怎樣都好 這個是戰場 你怎樣都不應該帶出來 那7月21號那個戰場呢 那你們又去哪裏呢 那你們又去哪裏呢 你知不知道因為7月21號 有很多中立的人 即時是哪裏呢 是很多 他認不認你是牧師 他自己本身有信仰 他有信仰的 原來 他說 我看聖經看到大的 就是那個警員跟我說 他說我讀教育學校大的 中學小學都 他就跟我說 他說 那你是牧師 我說尊重你 我說很尊重你這個職業的 就跟我說 牧師就應該站在正義那方 應該去到支持那些人做對的事 就不應該支持那些暴徒 我聽到他說 牧師應該站在正義那方的時候 我就 嗯 是的 我就有一個這樣的表示 我當然知道我在做的是什麼 我都明白他們的難處 那 大家都是在做事 那何必要令到小朋友這麼難堪呢 你令到我難堪沒問題 我臉皮幾尺 所以就 這個是很令人廢解的事情 他們經常都說我們 你們收了錢啊 八千元嘛 打警察一萬元嘛 汽油彈訂中警察兩萬元嘛 經常都跟我說這些 就是警察跟你說 是啊 有什麼場合跟你說 就是抓到你這樣 就在現場 還有有時候他們是 抗爭者跟警察對馬的時候 他們都是說這些 那老實說 我自己一元都沒有代過 反過來我拿錢出來 買我的急救東西啊 很多東西啊 那些 那些 我不是去計算這條數 而是 而是這個 不是一個利益關係而出來 而是我覺得 現場的人 的需要 我才出來 是的 就是 反過來 收錢做事 你們真的收錢做事 你們收人工 會不會有些 有些 警員他們其實是 知道 這件事是對的 但是基於很多福利 人工 很多他現在身邊的朋友 很多他們的 憑背影響下 他們要壓抑住那份良知呢 會不會是這樣呢 都不出奇 在上水 上水 拿了不反對通知書的一個遊行 那 也都很 很慣常地會被終止 那跟著我就站在天橋上 那 那這裏有一個防暴警察 那這裏有一個防暴警察 那我不怕的 那無所謂的 那我站在他們中間 那跟著在天橋望 去觀察一下附近環境 那剛好他們收隊 那我去觀察一下 然後呢 一旦轉面 六十幾個防暴在我後面 那接著呢 有一個 有一個 應該是 高級少少的 那他 那他 很明顯的 有些的警員 你跟他說話 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遮面 沒有蒙面 有粗位 又不安靜 那些你跟他說話 是很正常的 那他一走過來 就 就 就把肩膀轉身 他說 怎樣啊牧師 有什麼幫到手啊 這樣 那我也很淡定的 我說沒有啊 看看有什麼幫手 而已 上來高處看 觀察一下 那他很好奇 他說 你是那些 真是可以跟別人證婚 那些牧師來的 還是你是那些 Cosplay 就是這樣 那我就跟他說 不是啊 我是牧師來的 是啊 他說 蛤 很少見啊 這樣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我就跟他說 啊 這麼有禮貌的 阿Sir 我也少見了 真的見到你也是 很慶幸 那他說 是 那大家 大家做事而已 我說 多一些你這些 你這一類型的警官 在現場做指揮 就是好幾多啊 真的 我認識一個朋友 那他還是在警隊裡面 現在都 那他都跟我說 他說現在 家人啊 有些都會 每次回家的時候 都會有些壓力 朋友沒有了一段 那跟著 自己身邊的另一半 也都 也都對他的工作 可能有些意見 是 由於現在的情況 他必須要有 必須要做 要麼他辭職 要麼他辭職 要麼他自己的道德良之上 他覺得他自己 是屬於對還是不對 在他出勤的時候 他會對 示威者是禮貌 是的 他做回一個 香港警察應該要有的 一個態度和工作 就不會說 因為這個社會事件 而去敵視市民 或者敵視了示威者 抗爭者 這樣 他自己帶著那個團隊 就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做回一個警察 你覺得這個警察 去到示威的形象 他應該是一個什麼行為 應該怎麼做 我明白的 但是當有一些的抗爭 是很不合理的時候 你是 最前線的防暴 他們是持槍的人 你應該對著人群 還是對著一些地方開槍 你應不應該開槍 開槍射哪裡 這些是你自己的專業判斷 上頭有命令也好 你自己選擇 怎樣去履行你的職務 你絕對有權選擇 你不要跟我說 實施坑打傘 然後我鬥東西打到 那個示威者的背部 這樣 大家都看到 那個有個急救員的背部 打到穿了個洞 可能是意外來的 希望 但是如果他是有心這樣做 我真的很擔心 很擔心警隊的風氣 到底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可以說一說 你是藍絲教會的經驗 不是那麼深 可以 我都是基於保守心靈的光 我就在一些教目的 基督教教的教目裡面 我去看 我見て你 你會不會觸碰 你的分別 你不會再沒有